我们依然在大英博馆61号馆埃及的内巴蒙壁画馆 那这回看到的内巴蒙呢 您看见没有色彩依然还是非常鲜艳 矿物质燃料做的 那所以呢 它掉色呢掉到不会很明显 再加上呢干燥地去保护的非常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还是那么的栩栩如生 这内巴蒙干什么呢 站在一艘独木舟上面 手拿着呢蛇杖 手里抓着鸟 它在打猎 然后脚底下呢 看见没有是他的女儿在跟随着他旁边 是他的夫人头上带着香蜡 那这幅样子是什么呢 其实是在沼泽里地里边 那沼泽呢在埃及文化当中呢 代表着重生和啊 这个有些干一些事情的地方啊 那重生呢是什么呢 代表着人呢到了民间去了 而我们刚说的呢 不太好出口的那种现象呢 也代表着新的生命的开始 这讲述的就是什么呢 重生之地的内巴蒙 那我们来看这构图 色彩就不说了 你看这内巴蒙的两条腿形成了个三角形 内巴蒙抓鸟的手和往下走又一个三角形 拿舌杖那边出现个顿角的三角形 下边的女儿身上您看出现一个两个三个 至少出现了三个三角形 那埃及人呢早就知道三角形构图那是非常稳定的 最早的证据我们看到过呢 第四王朝第五王朝是就是木雕 那十八王朝时候呢 也就是公元前十三十四世纪左右 出现的三角形构图呢 又一次告诉我们三角形构图最早的出现了 并不是在两河流域哦